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健康促进这一块是他承办的 那我们跟他说 我们志工希望有些什么课程 那他就以医院的那个名义去办 我们去大家做会员 大家很愉快 很老爷 大家都熟悉 一些老爷到底也很好 我当时也很愉快 看到老人家年纪都很大 他做会员 跟他说 拜托就像他这样 各位好 欢迎收看大爱会课室 同学早安这一出好戏 故事是发生在玉里 今天我们邀请到三位来宾 都是本尊 首先来欢迎的是我们的杨昭志老师 老师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接下来要欢迎的是林秋红老师 老师好 主持人好 全球大爱观众大家好 接下来要欢迎的是明子师姐 师姐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三位认识应该很久的时间了 我们先来请教一下我们招致老师好了 跟他们两个这样在算是结案是 为何开始稍微我们简介一下好吗 秋红老师是因为她本来她是台北人 那她的她嫁给我们三明的一位老师 高中的老师 然后她也跟着就到三明去了 然后她就就业就在三明国小里面的托儿所 然后那个托儿所因为跟国小是同一个校园 很自然的我们就认识了 那个时候 然后就满头缘的 真的喔 那时候大概三明小学六个年级这样子 学生不多吧 我们还是六个班 可是学生也有好几百个 也好几百个 大概两三百个 那跟明子师姐呢 明子师姐喔 她是我们小学的学妹啊 所以从小就知道 因为就认识了 就知道她就认识了 她那伴 她那伴 然后再过来就是大家都是加入家政班 大家都是家政班的姐妹 后来秋红我们也把她吸收过来 她也是家政班 所以我们就变成好姐妹 然后好朋友 我们知道说其实啊 这个要扮这样社区的一个班级 其实要有吸引力 对不对 然后那个课程的内容 要大家有兴趣的 或是有需要的 我们直接讲到好了 跟这个所谓的健康味教有关系好了 其实你们要投入志工的时候 有一些些的课程 要自己要先训练自己 对不对 这部分的话 像你们进来的时候 要投入啊 给自己设定 有没有什么样子的目标 我想要学会什么 我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一个志工 你自己有什么目标吗 我们最大的目标就是说 要让老大人很安全 很快乐 来福气站 我们医院或是卫生所 或是卫生局都有举办训练 那我们都很热烈的配合 然后没有空也是要配合去 那我们都学到很多 比如说CPR 然后怎么样推轮椅 怎么样扶老人家走楼梯 这些全部都有在训练之内 所以我们觉得是学得蛮多 应用到那个福气站里面 真的是受费很多 了解 对 实际上促成我们福气站成立的是 我们玉里的慈愿 因为那时候他也在很积极地在营造社区长辈的那个健康促进这一块 他所以他那最先开始是 慈愿承接有一个政府委托的一个叫社区健康营造中心 那是由玉里慈愿来承接 那是陈世渊先生他承办的业务 那他就开始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那个志工教育训练 训练完毕以后每个志工他会评估 因为我们三民社区的志工全程参与的志工有十几位 那最主要就是他在评估所有的志工 所有的社区里面他认为三民社区这一块因缘比较具足 就是那个志工团队有 这个是最基本的要件 然后这些志工大家都愿意为自己社区的长辈付出 渐渐地传谋 从他几次来帮我们上课 我们就传谋出来 原来长辈可以用这个方法 可以用什么方法 让他们更健康 那也慢慢地了解说 长辈的健康促进 就是比如说重点换在脑细胞的活化 然后就是末砂神经的活化 所以就设计出我们就志工讨论 就是因为我们的教师讲师的那个志工有很多位 所以我们就是开始分配工作 其实在这个地方会发现说 当然有一些软体有了 人有了 对不对 大家这志工要上课上面软体有了 但是这个硬体设备 说实在也是都不断地在进步 我们一个玉璃瓷院加大 如果有时候各式各样有需要的时候会展开意外 我们知道在这里有一个很出名的就是草蛙粿 听说这个是我们的名子师姐 你这样发想出来可以用这个来给大家做会来做吗 对 做会分享 想说那时候想说来做玉麦 本来我们那些客人 大家都跟这个粿很好吃 我们就大家参照做玉麦 现在做玉麦要买 哪有钱要盖去盖盖盖盖 我们大家就很欢迎 那实在差不多是比较难做 我们都幸运心 就每次参照有了 就要去刮草 爱草 然后跪得好 带给他 还带给他 然后就要去炒 像草蛙 柴枝 树肉 豆皮 都要黏黏去炒一层一层 炒好 就趕快软软软好 再去包 宝宝呢 我师姐 让师姐跟他在外面去买 大家种很爱 都要做得不符合买 对啊 我们那些也去做的时候 我们那些也是人说要硬 要多多多 就开始这样做起来 这草蛙粿是大家都会选的吗 还是有哪一枝加一枝 没有 我那些是草蛙都会 大家都会做 大家都会选的 我们做素食的有的人才会吃 是 所以只要有要这样子登高一呼 要做义卖的时候 你们就会选不选 我们就要叫几个来去 找帮忙 一个人没有办法做那么多 是哦 听说我们的圆圆在那里 这样打这段戏的时候 发现我们这个草蛙粿 有没有三种特殊的地方 比较特殊的地方 就是刚才名字师姐说的 这个粿 我们讲说粿粿 粿粿的要求 你必须十分地干 那个艾草 你量要足够 味道才会到位 这里的草蛙粿的原料跟人家不一样 对不对 不一样的草 对不对 不一样的草 不一样的草 艾草 我们做的是艾草 你放 你现在做一件米 会好地隔 这件汤 细腻的草 下去搅拌 很出力 很出力 有机器 到最后有弄机器 原先没有的 原先是手工来的 纯手工 那个到最后 就是让大家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好机会 可以也去付出 也去行善就对了 然后渐渐的一个成型 所以说 这个我哪里想说 原本你说要关北方 还是要做什么活动的 其实有的都捐钱捐一捐就好了 所以有这样子透过艺麦的活动 是让大家更不会觉得 好像太无趣或是无聊 有多一点事情可以做吗 除了就是愿意来参与的人 他们会认为这个越做越觉得这个真的很有意义 凝聚大家的爱心 之外 我们更希望说吃的人 他也启发他们的爱心 所以就不只是等于用超话柜去启发那些爱心 而且也不仅是义卖超话柜得的那个款项来做 我们还更希望就是募一份爱心 那爱心 募爱心的意义比超话柜本身的价值更有价值 的确 其实他是一个媒介 媒介 重点是说能够出来的人要付出 他在做也越做越欢喜 对 每一堆草贵里面都有很好 车回去要回去的人 有钱出钱他吃得也很欢喜 所以那个很重要的是说不管做任何事情 就是一份爱心跟善心 当然就是从他们健康促进的这个出发点也好 全部都是因为在玉里这个地方 长者居多 所做的每一个努力的都希望这边长者生活的 可以自在又安康的感觉 请大家明天继续收看我们的大爱剧场 感恩三位今天的分享 感恩 感恩 感恩您收看今天大爱会客室 我们下次见 别忘了 manifestedства 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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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